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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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進入政治人類學 政治人類學其實是非常難以處理的問題 因為政治好像就在日常生活中 好像就是無處不在 在我們有限的兩週時間 我覺得我可以做的是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權力是什麼 就讓我們可以想像出 其實權力可以有不同於我們當代那一種 對於政治人物 對於資本家的那一些想像 就是透過文化來看權力 其實開展我們一些對於權力 就是對於領導者應該有的氣質的不同的想像 那我覺得這也是人類學最擅長的地方 所以我想說我第一週就是想要從文化來看 權力到底是什麼 那我在考慮要選哪一個地區的時候 後來我的考量是 因為我們下禮拜要念Anderson 的 就是想像的共同體 然後Anderson 在想像共同體裡頭會談說 其實民主國家的建立有一套很不一樣 不同於過去王朝的權力的形式 所以我想大家也很難了解 什麼叫做王朝的權力形式 所以我今天大概就是先讓你們看到說 那在民主國家之前 可能有什麼樣權力的運作方式 那個權力的性質如何不同於 我們當代民主國家的權力 然後下一週你們才比較好去對照 所謂民主國家的權力到底是什麼 所以在這樣的考量之下 我這兩週都先從Anderson 的文章開始 那我今天要談的是 他在1970 幾年的一篇文章 叫The Ideal of Power in Japanese Culture 就是他要從爪哇的文化裡頭來看 當地的權力觀念 而且他希望透過文化來理解 當時他在做田野的時候 就1960 幾年時候的很多 爪哇當地的現象 譬如說他在做田野的時候 剛好是蘇卡諾最興盛的時候 那他看到的是 就是當地就是一個很強調權力集中 然後不容易有多黨式的民主 而且市場經濟也不是 大家所那麼熱衷追求的 所以他想要透過文化來理解 為什麼就是多黨制的民主 在當地不容易發展 然後為什麼他沒有那麼積極 盈盈於追求金錢 還有就是為什麼大家以為 當地是有貪污的情況 其實這裡頭有一些要稍微解釋 就是其實他們的文化裡頭 會有一套分配利益的方式 然後那一套分配利益的方式 在當代的脈絡 有可能把它理解為貪污 當然也會牽涉到說 其實那一套分配利益的方式 在過去跟現在也有一些不同 所以他其實Anderson 這一篇文章 他認為他不是只是要非常 就是只是進入當地人的文化 而是要去了解究竟文化 對於當地人的心理跟行為的影響 然後如何透過文化來了解 當時他所觀察到的現象 尤其是為什麼他們不是那麼容易 接受多黨式的民主 然後沒有那麼積極引營 追求所謂的市場經濟 所以他認為這篇文章一開始 他就用了韋伯的觀念 他認為他是在用韋伯Social action 社會行動實踐倫理的概念 就是要理解文化 對於人的心理跟行為的影響 而不是只是要理解文化 那一套抽象的邏輯而已 所以因為他就是他認為 他是在以韋伯實踐倫理的概念 來做研究的一個切入點 然後他跟另外一個同樣做印尼研究 就是戈爾茲 我們之前有提到 我們在宗教的第一個禮拜 談Internal Conversion 大家記不記得 戈爾茲也是長期在做印尼的田野 而且戈爾茲也是在用韋伯的觀念 譬如說我們上一次提到戈爾茲 是他怎麼樣去應用跟修正 韋伯理性化的概念 然後同樣的 戈爾茲其實也在用韋伯的實踐倫理的概念 就是他們都想要了解文化 對於人的心理行為 還有當代社會文化秩序的影響 所以因為Anderson、戈爾茲 其實都有不斷在跟韋伯對話 這兩個學者之間也不斷在對話 所以我希望今天如果講完Anderson 講完戈爾茲之後 可以有時間講一下韋伯 就是到底他們怎麼樣去利用韋伯實踐倫理的概念 可是短短的兩堂課其實時間有限 那我能做的就是盡量讓同學可以理解 這些人類學的民族誌 然後我最後有放 QE最後有放一些韋伯的 宗教社會學的討論 那就看到時候的時間 再看看可以講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今天會先從Anderson 到戈爾茲 然後到韋伯 那基本上都是要從文化的角度 來討論權力是什麼 那這個是Anderson 的大概的一個生評 那Anderson 的介紹在下禮拜 我們談的想像共同體這一本書的導論 那個翻譯者無論老師 其實有做的還滿精采的介紹 大家也可以參考 那大致而言 他是1936年出生在昆明 他在1961 到64 年進行博士論文田野的時候 是蘇卡諾最全盛的時期 所以他談的這一篇文章 其實就是他在1960 幾年所觀察到印尼當地的情況 然後接下來1965 年蘇哈托政變 就是他政變然後有一些人反對 然後他在做一些肅清的動作的時候 Anderson 有寫文章來批評 然後因此Anderson 就被驅逐出境 就是他就不能夠再進入印尼 在二十年之後他才又 因為印尼的整個改變 他才又被允許回到印尼 雖然他在一九六幾年開始 就有二十年的時間沒有辦法回到印尼 可是對他而言反而 就我們常講塞翁師 燕之飛福 他反而去成就他另外一本影響力更大的書 就是我們下禮拜要談的想像的共同體 講像共同體其實是他在一九七幾年 看到幾個共產國家 越南 寮國 中國之間的 對於很多的邊境的爭議跟衝突 然後他那時候就覺得非常的奇怪 所謂的共產主義不是要談共產國際 無產階級結合起來 那為什麼反而是這一些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 是這麼的激烈 所以他才因為他一九七幾年所觀察到的這一些 一九七八到一九七九中國 越南 柬埔寨三個國家的一個戰爭 他才去寫出想像的共同體 就是他要談民族國家到底如何被想像 然後那個想像有文化跟社會的基礎 然後這個民族國家其實那個力量 民族國家如何運作的方式 當然就是後面的學者不斷地 從各種不同的角度進一步談 不過Anderson 那個想像共同體 其實是一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開始 然後所以我常用這個例子來告訴同學 我說運氣不好也不要 就是有時候時運不計也不要太傷心 因為反而像Anderson 反而成就了他更重要的 更有名的一本書想像的共同體 那接下來我要談的是 其實Anderson 他要談的是 爪哇有很不同於西方的權力概念 那Anderson 因為他其實是從當地的很多很多的古典文獻 然後各種的詩詞文學裡頭去討論 所以他其實是透過這一些非常深厚 對於當地的文獻 各種文學作品的一個累積的討論去談 這一些權力的觀念在當代運作的過程中 對於當代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 那當然今天要討論的 不管是Anderson 或 Goertz 他們的田野大概就是1960幾年 1970幾年 然後他們基本上著重的 都還是從文化的脈絡來看權力 可是其實他們也都知道 在民族國家成立之後 在後來資本主義進入之後 其實權力一定是更加的多元而紛亂 可是他們認為如果沒有辦法把這一個 所謂的就是在文化的基礎之下 所理解的權力觀念講清楚 其實你看到當代民族國家 或者是資本主義的權力 你就會覺得非常的紛擾 好像什麼都是有意義的 這是 Goertz 其實在他完成的 就是對於1970幾年的田野 然後他在1970幾年、87年 對於當地做的一些民族制的討論之後 其實他在 Goertz 在1989幾甚至到2000幾 都還有對於當地 就是印尼當地的一些社會文化的分析 可是他到了比較就是比較晚期的 我覺得學者們晚期的分析就是那一種 在過去的基礎之下 然後更凸顯社會文化之複雜 譬如說社會文化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或者是很模糊的、很難去解釋的 或者是正在發展的 一些多元矛盾的性質 那反而後來就是 不管是Anderson 或者是 Goertz 他們後來的對於當地的討論 你就會看到真的是非常 每個社會都是很多元 可是你如果沒有去了解這一些 他們早期的研究 其實我們看到的多元 就是好像每個地方都是一樣 都是非常的各種不同的權力的性質 然後各種不同的秩序 其實都同樣在運作 所以我基本上會認為 他們早期的研究很重要是 其實他們早期的研究 其實都在談所謂的意義之網 就是 Goertz 作為一個詮釋人類學 他認為人所有的行為都是被支在一個意義之網 那如果沒有從這一些更 就是他們比較早期的 對於當地的意義之網 比較邏輯性系統性的討論 其實我們在看當代現象 就會覺得真的是紛亂 然後不知道從何理解起 這也是現在我們很多學生在做鐵野的 遇到的情況 就你如果沒有從這一些經典去爬梳 各種不同文化的邏輯 其實你看到的當代就是 什麼都有可能什麼都有 就是跟每個地方一樣 那人類學可以做的就是 其實我們從文化 然後從前面所談的資本主義的邏輯 然後談世界宗教 或者是今天要談的這一些權力的概念 然後甚至下禮拜要談的民族國家的運作 其實人類學大概就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一層一層的去爬梳這一些邏輯如何運作 然後透過這一些很多不同層次的爬梳 我們再來看當代這麼分老多元多重的社會現象 這個大概就是人類學在做的 所以我其實今天想做的就是他們這一些 從原有的文化中去爬梳的一套權力運作的方式 就是我擔心你們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還是在看一九七幾年的著作 我要告訴你們的是 其實這一些大師們晚期的著作 其實就很難唸 尤其像格爾茲他其實後來一九八幾九幾 或者是後來二零零幾之後有很多的著作 其實都就是在呈現那個社會之紛亂多老 然後很多很多的不確定心 跟正在發展中的事情 他也沒有辦法那麼確定意義是什麼 這一些事件 所以如果直接講當代 我覺得大家都會非常的混亂 那我覺得其實起碼這幾個作家都很強調 所謂的意義之旺 所謂文化的邏輯 所以我想就是從這個面向開始來談權力 就是我擔心你們以為說 我們為什麼還在談一九七幾 然後告訴你 所以我特別強調說 其實這一些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Anderson 這一篇文章 他其實是在對照印尼跟西方有很不一樣的權力的觀念 就是power的觀念 那印尼他其實用一個potency P-O-T-E-N-C-Y 這個概念 希望相對於當代的power的概念 那基本上他認為所謂的potency 他跟西方權力 西方power概念不一樣的地方在於potency 是一種具體運作的力量 而且他的總量是不變的 而且權力之間 就是potency 是一個就是所有的 就是他是一個實際運作的力量 然後他其實是同質的 他中間並不會去區分什麼政治的 經濟的 知識的 武力的 他基本上就是一種運作的 實際上在運作的力量 他是同質性的 然後總量是不變的 而且沒有合法性的問題 我等一下會一樣一樣慢慢的談 就是我大概讓你們知道說 其實potency大概的特質相對於西方 西方的power 是一種抽象的觀念 是一種規範人跟人之間關係的一種抽象的概念 而且西方的power 基本上他有各式各樣的性質 知識是一種力量 知識是一種power 金錢 武力 或者是政治 就是在西方的power觀念裡頭 其實power 是一致性的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權力 然後他的總量是可以不斷去累積的 因為西方人永遠認為所謂的權力 是永遠就是那個追求永無止盡的 然後還有西方的power 因為他是抽象的 他是後天獲得的 所以當一個人獲得power的時候 他會面臨合法性的問題 就是他這一個power 是怎麼獲得的 然後會必須要去解釋他的來源是合法的 就是他大概就是做一個這樣子的 印尼的權力概念跟西方的權力概念不同的對照 就是西方的權力概念是抽象的 是抑制的 是總量可以不斷的去累積 不斷去追求的 而且會有合法性的問題 那相對而言 印尼的權力概念是具體的 是抑制的 他的總量是不變的 而且不會有合法性的問題 那我就一樣一樣來談 他說西方的權力概念 第一點power 是抽象的 他不是真實存在 他是用來描述某一種關係 他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一種作為我們觀察社會互動模式的慣用語 他基本上是一種描述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他是一種抽象的觀念 然後power 的來源是抑制的 不一定是同一個來源 像我們所熟知的財富、社會地位、武力等等 都可以是權力的來源 你掌握的財富、社會地位、武力甚至知識 你都掌握的power 就是他的權力其實是 有各種不同性質的權力 還有power 是累積而沒有限制的 譬如說武器的追求就永無止盡 科技的追求永無止盡 甚至賺錢人的慾望 是永遠沒有辦法被滿足的 所以在西方人的權力概念 power 是可以被累積而沒有限制的 然後這一種對於power 的追求的無止盡性 可以就是讓power 不斷地被累積 就是他的那個 power 就是一個 你永遠沒有辦法想到他的盡頭的一個觀念 那power 在道德上也具有模糊性 因為在西方的邏輯之下 其實power 是一種世俗的政治權力 就是一種世俗的權力 所以當你獲得這個權力 其實會面對 人家會去質疑你 你得到這個權力是不是合法的 是不是正當的 譬如說你賺錢是不是正當的 然後你獲得權力是不是透過正當的一個選舉方式 或是透過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就是當地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來獲得權力 所以在西方的權力觀念之下 其實權力不是先天擁有 是後天取得 然後會有合法性正統性這樣的問題 這個 ok 嗎 那相對於這種西方的權力概念 其實在印尼他們的 power 在宇宙中 所有的總量是不變的 他們的 power 是一種具體的力量 他就是運行在宇宙間一種非常具體的力量 power 是十分具體的存在 獨立於其他的萬事萬物 以超然的姿態存在 他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他是一個 fact 他是一個真正存在確實運作的力量的實體 他是一個 entity 他是一種很真實的力量 他具有活化宇宙跟重生的力量 所以所有具擁有權力的人 他其實都不需要透過各式各樣 不管是個人的誠實冥想 境遇苦行 或者是透過各種疑似過程 其實在活化這一套宇宙的力量 讓這一套力量是可以更具體的運作 然後可以去就是一個有權力的人 他就是要去活化這一個宇宙間的力量 然後讓這個力量是可以 benefit 是可以有利於所有他的指名 這是一個領導者能夠成為領導者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就是他必須要活化這一個很具體的力量 而且讓這一個具體的力量 是可以有利於所有他的指名 那我下禮拜也想要談一個非洲的民族制 其實他們的 power 也是一種非常具體的力量 就是領導者如何透過儀式去活化這個力量 然後來讓他的所有的指名們可以五穀豐收 然後生命財產非常的安全 所以 power 是一種很具體的 在宇宙間運作的力量 然後第二點 power 的來源是同質的 所有的 power 都是同樣的心態 譬如說剛剛所談的知識 金錢 或者是甚至當代的武力 其實他們都是同樣的來源 我等一下會再談 就是其實在印尼他們的領導者 他透過一個什麼樣的過程可以凝聚力量之後 他們認為其實所有的財富就會源源不絕 然後其實他們在知識追求的過程中 其實所有的知識的追求也是在凝聚這樣子的 很具體的 potency 的過程 所以他們認為 power 是同質的 而且在宇宙間所有的總量是不變的 就是 power 他不會化約為其他的東西 反而是當你能夠凝聚這一個力量 可以活化這個力量之後 其他所有的什麼財富 各種不同的相關的權力就會隨之而來 所以他其實是他的總量是不變 其實在當地人的觀念裡頭 power 其實就是一種很具體運作的力量 然後其實差別只是這個力量 有時候會凝聚 有時候會擴 有時候會 就是他只是在凝聚跟非凝聚之間 凝聚跟擴散之間不斷的擺盪而已 這個等一下在談他們的歷史觀的時候會談到 可是他的總量是不變的 那 power 不會引起正統性的問題 因為其實 power 本身是凝駕於 善惡好惡這個問題之前的 他不會引起合不合理正當性的問題 你有權力 就是當你可以凝聚這個力量 就是 power is power 你就是有力量 就是有權力的 但你能夠凝聚力量 就不會被質疑說 是不是有正統性合法性的問題 就是他一開始先談 其實當地的權力的概念 跟西方權力概念的不同 那接下來還要談說 一個領導者要如何成為領導者 在這樣的一個權力觀念之下 一個領導者他必須要 可以不斷的去凝聚跟活化這個力量 然後透過凝聚跟活化這個力量 他其實就會 所有的其他的財富就會跟著來 那他們這樣的 power 是如何去凝聚的呢 他說其實基本上所有的領導者 都他必須要去 就是他們對於權力的關懷 是領導者必須要去集中凝聚這個力量 就是領導者作為一個力量的中心 所以其實 concentration 這個力量的凝聚 是當地人最關心的 那要如何去凝聚力量呢 領導者要透過苦行禁慾 冥想跟絕食這種方式 就是鍛鍊肉體跟精神 專心一致的集中心力 才能夠凝聚力量 透過這樣子的訓練得以 我等一下會談一個中心的概念 透過這樣的訓練 可以成為這個力量的中心 可以凝聚力量 強化自己對權力的掌握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認為 power 是一種 實際上運作的 在宇宙間實際上運作的力量 那所謂的領導者 其實就是這個力量的中心 他必須要透過沉思冥想禁慾苦行 來凝聚力量 然後凝聚力量之後 他就成為這個力量的中心 然後這一種凝聚力量的概念 其實也跟 purity 的概念息息相關 就是 purity 其實是一種力量的凝聚 然後相對而言 impurity 就是一種力量的善亂跟崩潔 所以在他們的觀念裡頭 其實只要領導者可以凝聚力量 其實所有的財富會跟隨而來 那他們之所以沒有積極營運於市場經濟 或是沒有積極營運於賺錢 是他們認為在賺錢的過程中 會造成力量的善失 因為他們很強調那個 你要凝聚力量 是要透過沉思冥想禁慾苦行 然後很強調那個精神的修煉 然後他認為過度的投入於世俗生活 就會造成力量的善亂 所以反而這個就是Anderson 在當時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所觀察到當地的人 其實對於賺錢並不是那麼的樂中 然後接下來Anderson 又從這個角度來解釋 為什麼蘇卡諾興起 蘇卡諾就是印尼當地的一個 就是建國的英雄 那他之所以能夠就是被大家所接受 是因為他宣稱他是可以凝聚各種 就是他可以解決衝突 可以凝聚力量 就是他宣稱他同時是共產主義者 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也是一個宗教信仰者 就是這一些在過去大家都認為 是不同力量的一些宣稱 然後作為一個中心 他基本上就是要去凝聚這一些各種不同的宣稱 可以去解決衝突 就是他所謂的領導者 就是必須要解決內部的衝突 然後必須要從 就是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凝聚這一些內在不同的聲音 然後當時蘇卡諾可以興起 就是他宣稱他是可以同時凝聚這一些 就是這一些各種不同的勢力 他可以去凝聚這一些不同的力量 可以來解決衝突 這個等一下我們在談戈爾茲的時候 戈爾茲會談一個很不同的一個領導者的典型 就是在摩洛哥的穆漢默德武士 他是摩洛哥的民族獨立的英雄 他們就有一套很不一樣的一個 成為領導者的方式 就他認為當地人強調的是權力的中心 是要透過誠實冥想盡於苦行 這種精神的鍛煉而獲得 所以他們沒有積極營餘於世俗的生活 反而他們強調的是 你透過各種的修煉的過程 是可以去解決衝突 是可以去超越那些對立 從而去凝聚力量 這是他們一個領導者的一個典範 接下來談他們對於歷史的看法 就在這樣的一個power的觀念之下 他們關心的是力量的集中 然後他們認為歷史就是在力量的集中 跟散亂之間擺盪的過程 因為所謂的power是總量不變的 potency 是總量不變的 所以他們的歷史觀認為歷史是一個循環的過程 然後很多的皇朝就是由盛而衰的過程 是一個不變的定律 好的最終會變壞 壞的最終也會重新開始 所以這一種循環的歷史觀 影響了他們的一個政治的心理 就他們其實 就是他們的政治其實是期待一個救世主的來臨 因為他們認為 就是歷史其實就是在力量的集中 跟散亂之間不斷的擺盪 然後只要有一個救世主的來臨 就可以去凝聚力量 就可以帶給他指名封於足食的生活 其實好像很多王朝都有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那差別只是那個凝聚力量的方式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其實認為即使是處在黑暗的時候 也一定會有一個救世主拯救他們 然後建立一個新的權力的中心 這樣子的一個歷史觀念 然後接下來 Anderson 就要談說 所以你們大概可以感受到 他們為什麼沒有辦法接受多黨式的民主 這是 Anderson 那時候在當地的觀察 他說因為他們的政治觀念強調了中心極權 就是所謂的權力就好像 所謂的中心就好像手電筒光源的中心 就是所謂的中心就像手電筒放光一樣 他從中心放光 然後夜接近中心的光源就越強 然後越遠離中心的光源就越弱 所以他們的權力觀念是一種 由中心放射的這種權力的觀念 所以在他們的觀念裡頭 統治者就是核心 代表的國家社會的統一性 然後因為他們 就是當地人對於權力分散的一種傳統焦慮 所以他們會把權力 就是會對於所謂領導者權力的中心 依據與厚望 所以他們對於實施多黨式的民主 就是有疑慮的 因為他們認為多黨式的民主 會造成權力的分散 所以他們極力的去維持國家權力的集中 那我剛剛不斷強調 這個是一九七幾年 Anderson 在當地所觀察 那我們當然看到 當代會有不同的現象 可是我剛剛要強調說 其實內學要做 就是從各個不同的面向去爬梳 其實每一個社會 因為到了當代的社會 一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結構原則在運作 有一個傳統的結構原則 有一個當代民族國家 或者是政黨政治的結構原則 然後也會有市場經濟 甚至所謂的全球化的結構原則 那內學能做就是去爬梳這一些 各種不同的結構原則 而且甚至去找出所有結構原則 結構力量運作的過程中 中間的衝突或者是可能產生的空間 可能被行動者解釋或操弄的空間 到底是什麼 那你必須要從不同的結構的力量 結構的脈絡來理解社會文化的複雜性 然後才能夠找到人在這一個 很多重的結構過程中 可以安生立命的那個位置 到底是什麼 而且也可以找出其實人可以去 你可以去選擇或者是詮釋 甚至操弄這一些力量的一些可能性 到底是什麼 就是人類學在面對這麼紛亂的 當代社會的時候 一直還相信的一個 我覺得還是一個信念吧 為什麼要念這麼多傳統的民族誌 我們還是在找出當代社會的可能性 當代社會不是完全被 所謂資本主義所收編 其實包括我很喜歡談這個民族知識 我覺得你會看到一個很不一樣的 一個權力者的型態 不過後面會談到知識 談到各種精神的修煉 所謂擁有權力不是像當代人都認為有錢人 才是有權力的人嗎 他其實可以有很不一樣的權力的類型 甚至離群所居者 可以對社會提供建言的人 其實是整個社會運作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 那這裡可以 就是他這裡想看到的是 其實當地人沒有辦法 就是在那個時候沒有辦法 接受多黨式民族 是因為他們對於權力散亂的一種傳統的焦慮 然後在他們的一個權力繼承的過程中 他們認為說如果你有權力 你作為中心 你就有一種 就是一種榮光 然後那個榮光會讓你 就是當地其實比如說 那個領導者可能就是會多產 會有很多的指示 然後甚至其實如果在政權更迭的過程中 有後繼者可能透過政變來取得權力 可是後繼者他還是可以繼承這個瓦匯 因為他們基本上認為力量 就是實際上運作在宇宙間 所以即使是政變成功的人 他也會接收前朝所留下來的各種的 就是前朝的官員 他不是一個完全的斷旦 因為他們認為那個瓦匯 其實就是可以傳承下來的 就是他們對於那個 就是改朝換代的一個想法 然後接下來談他們的政體的觀念 其實他們過去的 Empire 所謂的那個爪哇 其實過去本來就有很多的政體 然後每個政體都有一個中心 然後這個中心就是由這個中心放光 由領導者放光 然後到了邊緣的地區 就是不同政體之間所 大家要去爭取的反而 就是他們其實 因為是由中心放光 所以到了邊緣地區 哪一些人是屬於他的子民 其實中間是有很多的彈性 就是他們 爪哇就是有很多的政體 然後每個政體都有他的中心 然後每個政體的邊緣 到底到什麼地方 其實是有彈性的 就是包括說哪一些子民們去參加哪個政體的儀式 然後就象徵性地承認他是屬於這個政體的子民 那這個跟當代的國家觀念非常不一樣 當代國家觀念是有很清楚的邊界 我們透過所謂的領土領民跟獨立來界定國家 當代國家觀念其實是有很清楚的邊界 可是在這一個傳統的政體裡頭 其實邊界是非常具有彈性的 因為所謂的邊界就是中心放光 到了旁邊那個光源最微弱的地方 那個光最微弱的地方 其實就是這個政體的邊緣 然後每一個政體其實都 他們會去爭奪他們的bundary 到底在哪裡 就是他們因為bundary本身本來就是很不確定 就是在過去的權力觀念裡頭 所以也造成當代很多對於邊界的一些 很多地區對於他們邊界都有一些很競爭性的確實 因為在過去這種王朝的觀念之下 其實邊緣本來就是模糊而不確定 他本來就是光源比較弱的地方 就是他們對於領土的概念不同於現代國家 現代國家有一個明確的領土範圍 可是爪蛙的觀念中國境的大小取決於統治者 統治者越有能力 就可以招來其他地方的人 他的領土範圍就是由中心向外擴散到不來進行 就是不斷地擴散 然後擴散到可能那個子民沒有來進行儀式 因為進行儀式就是一個承認 就是被納入 就是透過儀式過程被納入政體的過程 我等一下也會談一個 格爾茲1980年談 19世紀巴厘島的傳統國際 就是談怎麼樣透過儀式 來界定那個政體 因為當地沒有領土的概念 所以往往因為競爭 每個政體會競爭人口 而造成不同政體之間的關係的緊張 就是這是他們跟現代國家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不是透過邊界來界定 他是透過中心放光來界定這個政體 然後邊界本來就是非常模糊而具有彈性 而且是不同政體之間會去競爭的 然後這是讓你們看一下 他說其實由中心放光就是一種曼達拉式的 其實這個你們知道其實 爪哇在七世紀到十三世紀 是受到印度教跟回教的影響 所以他們對於政體的觀念 其實也受到這個印度教曼達拉觀念的影響 就是由中心放光 就是中心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去界定政體的方式 然後伊斯蘭教其實是十三世紀開始傳入 那接下來要談的其實反而是 即使伊斯蘭宗教進入之後 也必須要透過當地原有的一套的 權力的概念來被當地人所接受 然後來運作 我先繼續談說 那在這樣的一個以中心來界定的政體過程中 一些所謂的倫理跟知識 都有它很獨特的地位 就是他們的政 所謂POWER並不是像當代所談的 是一種世俗性的權力而已 它其實是一種神聖性的權力 所以它其實是跟道德息息相關的 在傳統爪哇的統治階級 叫Priyayi 等一下格爾茲也會談到Priyayi 這個階級 而且格爾茲會透過當地的文化去談 Priyayi 它其實是不同於當代的階級 其實它可以透過很多修煉的過程 而就是統治階級其實是可以具有彈性 就是一般人也可以透過修煉的過程 而進入這個統治階級 那這裡先看 他說其實在他們的觀念裡頭 這個統治者叫Priyayi 它其實是富含著道德價值跟行為準則 它不是只是一種世俗性的權力 所謂Priyayi 的特質就是Being Halus Halus 就是一種平順的狀態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格爾茲會進一步再談的 Halus 就是因為這一個領導者 他本身透過各種精神的鍛煉 他擁有一種非常聚集的力量 就是力量是凝聚的 所以他會展現出 就是那個力量的凝聚表現於外 就是他展現出一種自製優雅自在 不可攻破不受干擾的特質 就一個領導者必須要擁有這一些特質 就是內跟外是相互呼應的 就是他的內心透過精神的修煉 而具有一種非常平順的狀態 然後表現在外 就是一種非常優雅不受干擾的特質 其實即使到現在很多 當地的一些新宗教運動的領導者 其實都必須要表現出這種特質 才能夠去吸引所謂的跟隨者 好 所以因為他們對於賓哈 落實了一個期待 他們也期待所有的領導者 是self-control 是可以自製的 是self-discipline 是可以自我規範的 這是他們對於領導者的期待 就是當你凝聚的力量成為中心之後 並不是濫權 而是必須要表達一種人理的規範 是可以自製的 是非常優雅自我控制的 然後相對於這一種非常自製的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世俗性的權利 就是一種個人的慾望 積積穎穎的追求財富 就是他們基本上認為 這種積積穎去追求世俗的財富 會造成力量的散亂 而且他們基本上認為 你只要能夠透過精神的修煉 去凝聚力量 自然這些財富就會跟著power 跟著potency 而滾滾的 就是可以流向這一個具有權利的人 他們認為財富是跟著potency 而來的 而不是你主動去追求的 你主動去追求財富 反而會造成力量的善亂 反而就沒有辦法獲得財富 這是他們的邏輯 起碼是在1970年代那個文化所影響之下的 對於市場經濟的態度 然後這裡其實Anderson 有寫一個 當地十一世紀爪哇的一個詩 那個詩題就很具體的去反映 他們對於財富的概念 他那個詩裡頭就談到一個修煉者 他在修煉的過程中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誘惑 有美女的誘惑 就是惡魔會有各式各樣的誘惑 就是給他美女的誘惑 財富的誘惑 然後各種的工 就是各種繁華生活的誘惑 可是在那個詩裡頭 這一個修煉者他就不為所動 然後他後來就修煉成功 然後修煉成功之後 所有的美女財富繁華的生活 就隨之而來了 這不是你主動去追求 而是他會隨著你修煉成功 就會自然而然就會得到 這個是他們對於權力跟道德的概念 就是權力其實是一種道德的實踐 而且也是一種知識的實踐 他們認為知識本身並不是抽象的觀念 知識其實是一種非常實體的 安身立命的方式 其實我想很多東方的知識 和人的知識應該也是吧 過去我們談的知識 又是一種修生其家 就是你要從知識本身 是要透過你的各種言行舉止 去經驗去體會去建立的 基本上他們也是 他們認為這一種 我們剛剛談的Hallusiness 這一種平順的狀態 表現在外在行為 就是生活非常的規律簡單 然後內在是有一種精神的規範 他們認為必須要透過一連串 按部就班的訓練 透過教育才能夠獲得知識 然後獲得知識之後才能夠去凝聚力量 所謂的力量奠基於知識 知識的有無就是將統治階級 跟平民大眾截然二分的關鍵 就是他們基本上非常強調知識 其實是一種實體 就是它不是只是抽象的觀念 它是一種本體論的真實 就是他們的知識 不是現代所理解的專業領域知識 而是趨近本體論的真實 所以就是所謂的本體論真實 就是你透過 尤其在他們的觀念裡頭 你透過一種精神的訓練 一種難以言喻的一種領悟的過程 而得到的有一種突然的躍身 有一點像我們的開悟 就是他們受到印度教跟佛教的影響 他們認為知識是會內化成為一種內在的狀態 所以它不是只是抽象的觀念 而且知識是一種 你在不斷的修煉的過程中 突然得到了一種領悟 而改變了你那個存在的狀態 同時也改變了你對於那個power的掌握 然後這一種對於知識的概念 使得他們就是在印尼社會裡頭 其實因為他們認為知識是一種內在凝聚 是具有一種內在的真實性 所以不同的宗教之間 其實就很難去不同宗教 就是有不同的discipline 的方式 然後也造成他們不同宗教之間 很難去有互動跟交流 因為他就是成就不同的一個實體訓練的方式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他是透過power 來理解 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接受多黨式的民主 為什麼他們沒有積極因因追求 所謂的市場經濟或者是賺錢 因為他們認為你力量集中之後 你財富就會滾滾而來 然後他們認為你基金去追求基金錢 其實就造成力量的善失 然後接下來看統治者 跟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他們在過去 其實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 是patron client 的關係 就是所謂領主跟領民之間的關係 然後因為他們認為所謂統治者 被治者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力量 由中心往外放射的一個權力的運作方式 所以基本上他們對於財富的觀念是 所謂權力的擁有者 必須將集中的財富 按照階層體系合理的分配出去 以作為感謝這些下屬的紅利 也就是說過去他們的文化裡頭 認為中心凝聚的力量之後 財富就遠遠而來 而這個中心必須要把財富 按照那個力量這樣等級式的分配出去 所以即使到了民族國家成立 可能有一些外人認為貪污的行為 就是所謂的擁有權力的人官僚體制 他們可能除了他們本來就 就是在這一套當代政治體制之下 本來就有所謂的薪資之外 他們還會有另外一個收取或分配金錢的方式 然後這個西方人可能認為是貪污 可是就他們過去的一個權力的邏輯 本來中心就是要把財富 按照層層的一個 那個階層體制分配出去 這是在他們的文化觀念裡頭 因為power 就是由中心慢慢的往外放光 然後財富 因為你有的權力之後就有財富 所以財富的分配也應該按照中心 逐漸的階層性的分配給其他的人 就是一種領主跟領民的關係 它不是只是統治者跟備治者 它是一個層層去分配權力跟利益的方式 可是你知道當代為什麼貪污成為一個問題呢 在過去的文化邏輯裡頭 其實本來所謂的利潤 所謂的財富就是這樣不斷的分配出去 然後中心具有 必須要照顧他的 就是所謂領導者必須要照顧殖民 可是當代的問題是 這一些領導者他們往往聚集了權力 得到了財富之後就變成他自己家族所有的 他沒有再把這個財富再分配出去 沒有去照顧更多的人 所以這是當代的問題 而不是這個文化的問題 過去的文化其實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說 過去的文化常常是一個 所謂的社會安全體制 就是所謂的觀寡孤獨者也可能 在那個文化脈絡之下有一種 用原有的文化邏輯而被照顧 就像我們上禮拜在談歷曲 歷曲裡頭其實擁有權力的人 在所有交換過程中 他就是必須要付出更多 那同樣的在過去的文化裡頭 中心必須要照顧所有的邊緣 就是他雖然是層層的分配 可是即使是最邊緣的人也會被照顧到 可是當代貪污成為問題 是所有的中心就把財富據為己有 而不再分配出去 所以我常要強調這就是當代的問題 而不是文化的問題 那為什麼當代的人對於政治這麼的不信任 就是我剛剛所談的 過去他們應該 領導者應該要去照顧子民 應該要分配出去的財富 都被聚集在領導者的手上 所以反而造成當代子民們 對於領導者的不信任 那接下來我要談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其實從印度教開始 就有一種離世苦行的傳統 其實在印度教佛教裡頭都有那種氣勢苦行者 然後這一些就是氣勢苦行 就是離開了原有的社會脈絡 然後在某一個在社會之外 好好的潛心修行的這一些人 他們其實從印度教佛教的傳統之下 其實這一些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旦這個證取這個原有的社會開始 就是開始有權力的人開始腐敗 或是產生一些社會問題的時候 這一些離世苦行者 可以因為他們的知識跟道德 對於這個社會的一個觀察入圍 還有因為他們透過修行的過程 所凝聚的力量 他們可以對於社會的問題提出爭辯 可以提出很多的建言 然後領導者必須要接受他們的建言 這是過去從印度教以來 一直到後來影響到印尼 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瓦亞爾 就是他其實是禁欲遠離城市 參透宇宙的奧秘 然後加上他特殊的人格特質 就是他對於政治沒有興趣 他有良好的洞察力 透過對於當權者統治者 暴力行為的批評 或者是對於國家未來興衰的預言 這一些事情來累積他的potency 然後這一些人其實對於社會 對於當權者提供的建言 其實是整個社會不至於太腐化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標準 那這樣子的人其實從印度教佛教 一直到伊斯蘭教授其實都還繼續存在 只是他的名稱可能是不一樣的 即使到了後來的荷蘭殖民 或者是前殖民的時期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伊斯蘭教一直到殖民時期 其實都有這樣子的一個人物 就是他的名稱是不一樣的 可是他們的角色都是一樣 就是透過跟文明社會的距離、境遇 還有對於知識的追求 獨立於國家的政治結構 然後這樣子的人的復興 其實為這個社會帶來一些可能性跟希望 所以他說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其實他在印尼有兩個時期都有復興 一個是在1945年的共和政體 然後一個是在民主政體到新秩序的過程中 其實這樣的一個離群所居 可是可以對社會提供洞察 而且他本身就是對於政治沒有欲望的 這樣的一個人他所提供的建言 其實是社會變遷非常重要的一個動力 最後我稍微談一下他跟韋伯的對話 韋伯認為權力有三種 一個是個人魅力型的 一個是傳統型的 一個是當代的官僚體制 Anderson 基本上認為在印尼的 尤其是爪哇的社會 其實所謂charismatic 就是個人魅力型的領導人物 其實就是傳統文化 就是所謂的傳統型的權力 就是在韋伯認為的這三種charisma 就是韋伯認為有三種 一個是強調charisma特質的個人 可以號召群眾 就是他是具有領袖魅力型的人 在爪哇的文化裡頭 其實是一種具有魅力型的領導者 其實他並不是像韋伯所談的 是一種短暫的革命性的 而是爪哇社會很久的歷行的 為國家的組織原則 是文化要素的成分 就是他們所謂的傳統型的權力 其實就是一種強調個人魅力 然後個人可以透過誠實冥想 境遇苦行各種精神的鍛煉 然後知識的追求去凝聚力量 然後凝聚力量之後 可以帶給他的致民們 各種的風衣祖師 這個是目前大概Anderson 所談的 那我等一下再談的是賀爾茲 其實賀爾茲跟Anderson 有很多對話 他們認為他們都是把韋伯的 Social action 實踐人理的概念 就是談那個社會行動 強調的是就是文化對於個人心理跟行為 甚至對於社會文化運作的一個影響 那韋伯我等一下會談韋伯怎麼談理性化 因為韋伯理性化基本上他認為說 世界宗教是理性化的宗教 那韋伯當然就從那個 就是宗教的成員 神意論 救贖論等等面向討論 然後談說那這一套神意論 救贖論 對於個人就是信徒的 心理跟行為的影響 然後所謂的新教倫理跟資本主義 如何具有選擇性的親近 這是韋伯要談的 那賀爾茲其實談理性化的方式 就會跟韋伯不大一樣 因為韋伯認為世界宗教是理性的宗教 然後所謂的世界宗教之前的巫術 就是非理性的 不是韋伯所界定的宗教 因為韋伯基本上要談的是世界宗教 可是賀爾茲基本上認為 其實當地人當國家要求要有Agamma 就是要有一套類似世界宗教的一個 就是國家的要求的時候 當地人是把儀式實現為主的這一些 所謂的各式各樣的日常生活的儀式 轉化成為邏輯一致的體系 這個是我們在宗教第一個禮拜談的 然後我有談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他們的 Roranda 跟 Barang 的一個儀式 然後賀爾茲要談的是說 其實這個儀式裡頭重要的是那個力量的流動 就是我就不用從頭再談一遍了 我想說你們應該比較有感覺 就是看過之後 他說其實裡頭的善惡理智非理智的界線 是不是那麼的清楚 反而是這一種力量的流動 如何去活化這個宇宙的力量 其實是更重要的 然後後來因為國家要求要有Agamma 所以當地人就開始關心什麼是宗教 然後我有談他們有 土耳幹式的、韋伯式的、馬克思主義式的一個 對於宗教的界定 然後他們開始去談他們是有文字的 是有教義的 然後甚至是有組織的 就是透過這一些面向來界定 他們其實就是一套理性化的宗教 這個還記得吧 我喚起一下你們的回憶 然後我剛剛就是讓你們看一下 Roranda 跟 Barang 的儀式 然後接下來我其實要談的是 這個都是上一次有談到說 後來其實他們為了要符合國家Agamma 標準 然後每一個地方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方式 來界定他們是有符合國家標準的宗教 有些地方是跟基督宗教或伊斯蘭教結合 然後有些地方是內在的轉化 就是把原來的儀式轉化成為一套 符合國家標準的宗教 然後有的地方是開始成立新的宗教 那我今天要談的是戈爾茨其他的著作 一個是1960 年的Legion of Java 因為其實他們這一些早期的著作 對於所謂的意義之王 都有非常系統性的討論 因為戈爾茨從他比較中晚期之後 其實在談是 他也認為他就是像韋伯一樣去談 說人的行為是被編織在一套意義之王 所以他要談出這一套意義之王是什麼 就是他的早期跟中期的著作 Region of Java 等一下我要談 Eastern Observed 甚至到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其實都還在談這一套 比較有系統性的意義之王 然後到了他更晚期的 Local Knowledge 或者是 After the Fact 其實他就會去談說 其實這一套意義之王 他還是非常分雜多元 可以有非常多元的詮釋 然後也是一個當代正在發展 就是當代的特色就是每一個人可以 可以去重新的詮釋 然後甚至有很多正在發展中的 很模糊的不確定的意義正在進行 就是他後期更強調這一些面向 就是我所謂的大師道的晚年都重新所遇 可是我覺得一個學徒 其實還是要從這一套 這一些比較有系統性的討論裡頭 去掌握社會文化的特色 然後接下來你才有辦法隨心所遇的 去連結各種不同的面向 各種不同的意義 所以我接下來要談的是他1960年的 Region of Java 這一本書 其實這也是我在英國唸的 就是我們唸個兒子唸詮釋詮釋的內學 第一本要唸 跟台灣不大一樣 台灣喜歡唸他中後期的 然後不斷的有各種各式各樣的詮釋 甚至有一些人喜歡的是 把文化當成文本 就是可能也結合一些當代的理論 就是所有的讀者都可以有他多重的詮釋 就是可能 我在想說可能英國重視了還是這一套 比較有系統性的文化邏輯到底是什麼 雖然我們都不否認 這一套文化邏輯到當代的那個多元詮釋 然後他又跟各種不同的意義 不同的情境結合 那個本來意義本身就是一套 非常正在進行中的一套在詮釋的工作 就是我剛剛要談的是說其實了解他這一些 其實一個大師他能夠成名 其實是建立在這一些非常非常細膩的民族誌 然後透過這個民族誌他所建構的一套 對於當地很有系統性的討論 然後在他的中後期 他才能夠真的是有各種多重的詮釋 然後帶入很多很多當代 不斷在變動中的現象來做討論 所以接下來要談的是 Region of Drama 這一本書 這一本書的特色是 其實已經揭示他作為一個 詮釋人類學者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他不是直接去談權力 不是我們所談的那一種 人跟人的關係的那一種抽象式的權力 他是透過文化來談階層 然後他認為在藻挖有三種不同的文化 這三種透過這一些文化實踐的過程 而界定起三種不同的階層 然後這三種不同的階層 都有他的生態歷史的基礎 有他的歷史過程 然後這一些就是我們要了解 所謂的當地社會非常重要 就是透過文化或透過意識形態 來了解社會階層 甚至他因為透過意識形態 透過文化來了解階層 他所看到的階層 就會跟當代的階級的實踐方式 是非常的不一樣 他說藻挖主要有三種不同的文化 一種是泛林信仰 一個是伊斯蘭教 一個是印度教 然後泛林信仰 伊斯蘭教 印度教各界定的不同 三種不同的階層 一個是在農村為主的 Avagan 然後一個是Saintry 是信仰伊斯蘭教 你們還記得我們在經濟的時候 有談到Saintry 主要是從事商業活動 然後他們 你們還記得嗎 就是我們談說Saintry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 其實傳統成為他們的 同時是主力跟助力 因為他們基本上是創新型的企業家 所以在各種的人際的連結 價格的制定都可以非常具有彈性 有助於他們的現代化 可是也因為他沒有跟 譬如說他沒有被編織在一個更大的 一個社會網絡當中 所以其實他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 也會面對資金跟 社會網絡的一些限制 這個是Saintry 然後還有Priyay 就是文官體系 所以他基本上認為說 他是透過泛林信仰 伊斯蘭教跟印度教 來界定這三種社會階層 Avagan、Saintry跟Priyay 那當然這中間也會 大家一定會質疑的是 那在社會流動的過程中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在階下他當然就會去討論 就是他後來的著作 就會去討論說 這一些社會階層的複雜性 不是他這裡所談的這麼簡單 可是重要的是他透過文化 來界定社會階層 然後其中有一個所謂的 信仰印度教的Priyay 是主要的文官體系 然後這一個文官體系 因為他們的文化的性質 可以讓他這一個社會階層 很不同於當代的社會階級 就當代社會階級 基本上是透過經濟來界定 他們是透過文化來界定 那要怎麼樣成為Priyay 他認為Priyay 有一種內在的態度跟 外在的態度跟內在的神秘主義 就是Priyay 所以在印度教的影響之下 他們強調的是 其實他們如何去界定 作為一個統治者 作為一個文官體系 一個統治的階層 是其實他們的人觀是有一個 就是其實連續 延續我剛剛對Anderson 的討論 其實是有一種內在的精神的修煉 他們認為宗教是在追求 每個人心中的自我 然後每個人達到那個理想的自我 Rasha 的狀態 跟能力是不一樣的 這個Rasha 就是很難翻譯 他表示的是一種 就是我們剛剛所談的那個領導者 他必須要是一種內在非常平順的 他們理想的人是一種Rasha 的狀態 是一種內在非常平順 很真實的自我 而且這一個狀態是神在個人心中的顯明 就這個狀態是你透過修煉的過程 你跟神之間合而為一 或者是你內在就如同神一樣的親近自然 然後非常的親民 他說因為每個人 就是他們基本上這個印度教 就是普里亞一所信仰的印度教 強調的是個人修煉的過程 透過修煉的過程達到一種Rasha 的狀態 然後因為每個人達到Rasha狀態的能力是不一樣 所以因為這樣而界定其人 老師跟學生而界定其這個社會階層 就是他是透過一種程式冥想境遇苦行 或精神的修煉所界定出來的 然後因為是透過這個文化所界定出來的階層 所以他的內在組織是鬆散的 就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能力達到Rasha 就是你不同的性別年齡跟階級 都有能力可以去達到Rasha 所以他基本上所建立起來的社會階層 是沒有辦法發展為嚴格的統治組織 就是他不是具有排他性的 他只要你願意透過這一套文化的修煉方式 這一套實踐的過程來達到這個Rasha 的狀態 你就有可能成為普里亞一的成員 就是我這裡講起來有點簡單 可是你知道這一本書大概四百頁左右 他把每一個宗教實踐講得非常細 譬如說他在談Rasha 他在談這三個階層的時候 他談說其實像Priyay 他們會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達到那個內在的平順狀態 包括他們的音樂、舞蹈、他們的皮影系 或者是詩詞、文學等等 其實這一種精神 就是這一種宗教的實踐 他不是只是一個 就是我們當代所認定的宗教的實踐而已 他是透過各式各樣的音樂 或者是日常生活的實踐 來達到那個Rasha 的狀態 然後他就舉了一些例子 譬如說他說其實Priyay 他以很重視這一些音樂、舞蹈、詩詞、文學 甚至皮影系 可是有趣的是 皮影系就是在當地 其實大家都很普遍的在做的 然後Albagan 就是這一些農民階級 他們農民階層也常常有這一些 就是各種的儀式慶典的時候 就會有皮影系 結果農民階級 他們就是會舉行各式各樣的儀式 包括所謂的就是所謂的生命遺禮、遂時計遺 然後治病儀式或者是驅軌、遠行 或者是蓋心屋 甚至有一些節日式跟回教的先知的生日結合 就Albagan 他是農民階層所 就是農民階層Albagan 他們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種儀式 然後他們在儀式的過程中 他們也常常會舉行皮影系 可是他們的皮影系 跟這個preiae 在做皮影系的 那一個強調是不大一樣的 就皮影系對Albagan 這一些農民階層而言 他們在做皮影系的時候 他們強調是那個皮影系所展演的過程 他會達到一種效力 譬如說在皮影系展演國王戰爭會成功 他們就相信有一種力量 真的在促使 就是有一種力量的實踐 可以保佑那個國王戰爭的成功 就是農民階層Albagan 他們在做皮影系的時候 他們很強調是那個力量的實踐 然後透過這個藝術的展演 其實是想要去運作那個力量 或是使那個力量得以成真 然後對preiae 而言 皮影系的意義又不大一樣 因為preiae 強調的是那種精神的修煉 所以他們的皮影系的過程 是展現人的各種不同的內在的欲求 然後透過這一些展現的過程中去達到平衡 就是解決衝突達到平衡 然後達到另外一種梗 就是另外一種梗莎的狀態 然後格爾什有談一個皮影系的例子 他說有一個皮影系 他是裡頭有 就是柏王有三個小孩 就是老大老二老師 然後這三個小孩子的特質不大一樣 有一個小孩子就是非常的仁慈 心地非常的軟 可是心地很軟的人 常常都沒有智慧也沒有決斷力 這是一個老大 然後老二就是非常的勇敢 然後有勇無謀 就是他的行動很快 可是常都沒有想清楚 然後老三就是一個強調公正 然後強調正義 可是他過於強調公正跟正義 通常就是不夠人厚 所以他說在preiae 他們做這個疑似 做這個皮影系的時候 他會呈現這三種不同的特質 就是這三個王子 一個是很人厚 一個是很有勇氣 然後一個是很工整 然後那皮影系的展演過程就是 讓我們看到這三個不同特質 他不足的地方 還有他的特色 然後他們怎麼樣不斷地去溝通協商 然後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 然後使這個王國得以繼續的進步 他說其實preiae 所談的是一種 他其實這三個王子表達是 人內在的不同的面向 然後這一些面向都有他的優點跟缺點 你必須要這些面向之間 必須要不斷地去協商去調和 才得以讓人的精神氣質得以提升 就是同樣是皮影系 阿巴桿跟preiae 他們著重的面向就不大一樣 就這本書這麼厚 是因為他很細膩地彈出這一些 就是這三個階層 他們的一些日常生活實踐的方式 然後接下來我要談的一本書是 他1968 年的Eason Observed 這一本書其實只有薄薄的一百頁 可是很難唸 就是我記得我唸的時候唸了兩遍 老師才滿意兩個禮拜 因為他有一些地方真的是談的 就是不是那麼的 就是他好像都開展一些可能 譬如說他談的其實重點沒有那麼難 可是因為他就是透過很多很多很細的敘述在談 他說其實他談的是東南亞 就是印尼的伊斯蘭跟北非摩洛哥的伊斯蘭 他說雖然都是伊斯蘭教 可是伊斯蘭教傳入這兩個地方的歷史脈絡不一樣 然後這兩個地方原有的社會情境也不一樣 所以造成伊斯蘭教在當地 就是在當代有很不一樣的實踐方式 他說在摩洛哥的情況 就是摩洛哥他本來就是一個遊牧社會 然後伊斯蘭教傳入也是由這一些 就是由戰士所傳入 然後在東南亞在印尼的情況 印尼因為受到 就是他的生態條件 他就是以農業為主 然後又受到印度教跟佛教的影響 然後伊斯蘭教是由商人傳入 所以因為這樣的原有的社會文化脈絡不一樣 然後傳入的方式也不一樣 造成兩個地方的伊斯蘭教後來有很不一樣的實踐方式 他說摩洛哥他本來是一個遊牧社會 然後印尼是一個農業經濟 他們接受伊斯蘭教的過程不一樣 他要強調的是外在刺激 必須要轉化成為內在動力 就是當地人如何去理解這一個伊斯蘭教 那兩個地方原來就有不同的制度跟信仰 必須從原有的文化特質來了解 摩洛哥本來是遊牧社會 然後伊斯蘭教的傳入是透過戰士 然後摩洛哥他原來強調了一種 一種道德美學就是活動式的道德式的 所以當伊斯蘭教傳入之後 他會跟這一個遊牧社會 跟原有的傳入者的這一些價值觀念結合 那在當地的一個伊斯蘭教的情況 就是強調不斷征戰的過程 那當然這個不斷征戰的過程 後來其實學者有一些不同的解釋 就是有時候征戰他不是實際的戰爭 是一種內在不斷在超越衝突的過程 就是其實後來我們對於伊斯蘭教的理解 都還是盡量想要跳出一些刻板印象 就是好像過去對伊斯蘭教的理解 就是他們會比較強調那個征戰的過程 這個也是等一下韋伯會在談的 可是當代對於什麼叫做征戰 我們都希望跳出那個很刻板化的 伊斯蘭教的印象 反而強調是一個內在不斷自我征戰的過程 就是摩洛哥他強調他的伊斯蘭教 是一種活動式的道德式 然後強調不斷征戰的過程 可是印尼就是他伊斯蘭教傳入的時候 當地本來就是農業經濟 然後伊斯蘭教由商人傳入 然後當時的印尼本來就是受到 印度教跟回教影響 所以他就是一種很內在美學式的 就是跟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Anderson 所談的 其實伊斯蘭教傳入會跟原有的那一套 文化相互結合 所以他也會同樣強調 城市民想盡欲苦行 然後甚至他們沒有一定強調 要去那個麥加朝聖 然後他們也很強調各式各樣的一種 透過那一種修煉精神提升的方式 來達到那個羅撒的狀態 所以他說其實這兩個地方 他要談的是伊斯蘭教 一個外來宗教的傳入 其實一定要回到當地原有的社會文化脈絡 然後回到那個傳 就是外來宗教傳入的過程 他這裡講完之後 他其實是要透過兩個地方的建國的英雄 穆罕默德武士跟薩卡諾的例子來談說 其實所謂的英雄 所謂的權力 一個人他如何被認為是一個領導者 一定是他的行為 都反映了那個文化的一套 宇宙觀或者是價值觀 就是回到我們剛剛所談的摩洛哥跟印尼 他們接受伊斯蘭教的過程是不一樣 因為有社會情境不一樣 所以他們對於英雄的意向跟期待 是不一樣的 在摩洛哥他們那個建國的英雄 穆罕默德武士 他其實是一個不斷被流放的過程 然後也因為這個流放的過程 其實他們認為所謂的英雄就是要不斷的征戰 在每個地方不斷的去面對各式各樣困難的情境 不斷超越的過程 那因為穆罕默德武士 就是一個不斷被流放的一個人 他符合然後他又能夠不斷的超越 最後回到他自己的國土 所以他符合當地人對於 就是當地伊斯蘭教對於英雄的期待 就是這兩種不同的英雄人物 其實都反映了當地原有的宇宙觀 然後蘇卡諾反映的是 因為蘇卡諾我剛剛所談 他反映的是當代 就是印尼原有的一套宇宙觀 就是所謂的領導者必須要能夠 整合各種不同的力量 然後凝聚力量作為一個中心 那蘇卡諾其實他之所以會成功 是因為他宣稱他可以整合各種 當時各種不同的勢力 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民族主義的 還有各種的宗教信仰者 所以他其實能夠成為一個建國領導者 在於他能夠整合各種不同的力量 然後可以去凝聚所謂的 同位中心的力量 所以這裡各種要談的是 他其實透過個人的行動跟事件 就是摩洛根的穆罕默德武士 跟印尼的蘇卡諾 去呈現他們背後所蘊含的世界觀 就是一個領導者 就是我們談權力 一個領導者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領導者 一定是符合的那個文化裡頭 對於權力的期待 或者是更背後是那個文化的世界觀 或者宗觀 這一本書其實就一百頁 可是真的很難念 因為他寫得太細太閃了 所以可能必須要透過很多的整合的工作去談 其實他要談的是 伊斯蘭教在兩個地方的實踐方式 其實是 就是所謂的實踐倫理 其實是必須要透過這一些很 就是原有的社會文化脈絡 還有這一些歷史過程才得以理解 其實戈爾茲有這麼豐富的著作 我大概沒有辦法都談 大概那個Ericultural Involution 他其實在談的是殖民的過程 他在談說當地的低度發展 就是農業內捲是殖民過程所造成 就是殖民政府在越來越多的土地上面 種植那個甘蔗經濟作物 然後讓農民們在越來越小的土地上面 耕作所謂的糧食作物 所以會造成糧食作物的兵器消有地界 然後當地人其實 就是當地的農業之所以不能夠發展 其實不是因為當地技術的問題 反而是一個更大的殖民的脈絡所造成的 其實對於這一些糧食作物的討論 當代其實也會 因為我們當代 就是未來的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問題是饑荒 其實很多的第三世界國家 都重新去論述這些糧食作物的重要性 因為在資本主義進入之後 很多國家都開始改種經濟作物 包括非洲 包括東南亞 可是經濟作物的問題就是 它的價格是波動的 那經濟作物一旦價格不好 然後它沒有辦法 然後現在糧食作物的價格又不斷在提升 所以當地如果是種植經濟作物 然後經濟作物的價格不好 沒有辦法購買足夠的糧食作物 就會造成饑荒 這是現在很多地方正在發生的 所以其實糧食作物的那個重要性 在當代是重新被論述 甚至放回它的文化脈絡裡頭 去談這些糧食作物 所背後所蘊含的人跟土地 或人跟人的關係 這個就是agricultural evolution 就是引發我對於兩式作物 在當代裡頭很重要的討論 然後格爾茨的Negra 這一本書是在談十九世紀的 巴黎島的國家 應該就是你們今天文本所談的 就是那個作者用了一個奧喉的名詞 叫做中心事辦主義 其實就是類似 剛剛Anderson這樣談 你們應該就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它是以中心 然後力量是由中心放光 所以它是一個逐漸這樣子 就是那個力量 由就是那個光度 逐漸減弱的一個過程 它是一種非常階層式的 這是一個印尼很 就是我們講那個中心 點半中心主義的一個權力的形態 然後在這一本書 Negra這一本書裡頭 格爾茨其實是在談 就是它很細膩的去談一個 十九世紀巴黎島的國家 它的儀式過程 那個儀式過程很重要的是 就是國王的權力 就是疑似過程 就是在線一套宇宙觀 包括你在哪個方向 去祭世什麼樣的神靈 然後用什麼樣的花 然後國王祭世的時候 要用什麼樣的知識 用什麼樣的語言 其實都是宇宙觀的在線 所以他說宮殿本身 其實就是好像一個神話的王國 就是宮殿其實就是這個世俗的權力 是透過這一些神聖的宇宙觀的運作 就是必須要有一個宇宙觀的在線 然後這一個領導者 必須要在這在線過程中 透過各式各樣的行為 去活化這一個宇宙觀 所以他說其實這一個整個政治 就是王國的儀式的過程中 其實反而重要的是這一套宇宙觀的在線 跟力量的活化 就是這一個Negra 其實它的書不會很厚 可是就是寫得非常細 整個宇宙觀在線的過程 然後這一個儀式執行者 一個國王如何 就是所謂 我記得他講的是說 所謂的宮殿 其實就好像一個神奇的國度 它其實是重要的是 其實所謂的權力重要的是 回到這一套宇宙觀的實踐的過程 然後我接下來 因為其實他的著作 到了台灣其實翻譯最多的是 比較晚期的 就是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文化的詮釋 還有Local Knowledge 然後還有我剛剛所談的 After Effects 這幾本書 那文化的詮釋裡頭 其實我們之前看那個 Internal Conversion 就是在這本書裡頭 那在文化詮釋裡頭 其實他有談他跟韋伯的關係 我覺得這裡頭 把他對文化的觀念 其實很簡要的做一些宣稱 他說我跟韋伯一樣 認為人是懸掛在 由他們自己編織的 意義之網上的動物 我把文化看作這些網 因而認為文化的分析 不是一種探索規律的實驗科學 而是一種探索意義的詮釋性科學 所以他認為文化是一套意義之網 然後他要做的是 他要討論的是這一套意義之網 所以我剛剛談的 The Region of Java 或者是Ease Observe 其實都在談這一套 比較有系統性的意義之網 到底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我們在宗教的時候 大家已經看到那文本所談的 他認為宗教是一套象徵體系 他確立了所謂的人強而有力的 普遍的很久的情緒跟動機 而且建立的方式是系統闡述 關於一般存在秩序的觀念等等 然後同樣的對於宗教 對於文化的這一套討論 就是放在 就是今天的補充閱讀 我放的這一篇文章 他談意義的政治性裡頭 他界定政治的方式 就是跟他前面界定文化或宗教的方式很類似 他說文化是人們借以將其經驗 進行條理化的意義結構 所以我其實剛剛很重視談的是 這一套意義結構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所談的政治 他說政治並不是軍事政變跟國家憲法 而是使這個意義結構得以公開展現的 一個主要的舞台 就他所談的政治 其實是背後是一套意義結構 只是讓這一套意義結構得以公開去展現 或是可以再現的一個舞台 就是他所談的政治 所以他談的不是那一種抽象的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而是如何透過 譬如說我剛剛談的在Negra裡頭 如何透過儀式的過程 去再現那個背後的宇宙觀跟文化的結構 然後在這個再現的過程中 國王的權力得以被確認 然後他 其實我這裡大概就是談一些他比較簡單的宣程 因為他到最後有local knowledge after the fact 我覺得那個就談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我把他這個一些比較重要的宣稱就是 就是很簡要而讓大家掌握他的權勢 就是他自己認為的權勢是什麼 他在local knowledge 裡頭有談說 其實權勢工作是將這些觀念當作是去理解 環繞著他們賦予他們意義的社會制度跟文化 行購的某種方便法文就很困難 他在local knowledge 其實談到譬如說印尼或者是摩洛格 都有一些很基礎的文化觀念 然後他認為這一些文化觀念具有引導性的性質 而不是一種根基性的 所謂引導性的性質 就是他可以引導我們通向我們想要去掌握的一些東西 就這些觀念可以幫助我們去掌握很多很破碎的社會文化面向 可是這些觀念基本上還是有他的一套文化邏輯 有他的系統性的一個面向 然後可是他可以幫助我們去掌握的是 當代這一些非常多元分雜雜亂五章的這一些面向 就是這一些他要談的是引導性的觀念 這一些引導性的觀念可以幫助我們去掌握 多元分雜雜亂五章的一些意義 然後這一些觀念是具有決定性的特徵 就我這裡唸出一些他對於詮釋的一個 就是他自己的定義 其實是要告訴他說其實詮釋並不是無窮的可能 他其實還是有一套引導性的觀念 有一套意義的結構 那我覺得這一些引導性的觀念意義的結構 其實在格爾什早期的 或者是到中期的著作其實談得很多 我只是告訴大家說詮釋並不是 無窮的可能多元 然後不是有那一種 就是我們都認為意義是一個不斷在創造的過程 然後我們也知道當代就是各種不同的現象 不斷的結合、斷裂、抽離 或者是各種不同的 不確定性正在發展的過程 只是我要談的是說 在這一些這麼不確定多元分雜的過程中 其實各時還是認為有一些引導性的觀念 或是有所謂的意義之王 有所謂比較系統性的一些 起碼他早期是建立這一些 比較系統性的面向 然後到了晚期 他才真的能夠隨心所欲去談一些 非常多元分雜混亂 不確定的面向 就是簡短的時間 我大概就是讓你們看到 格爾茨的這一些面向 其實基本上 他還有一篇非常有趣的鬥雞 你們有人聽過他這一篇文章嗎 就是在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cy 裡頭的一篇文章 然後這一篇文章其實大家都很喜歡談 就是因為 這一篇文章一開始他就談他的田野歷程 他一到當地都沒有人要理他 然後有一天他在看當地鬥雞的時候 突然警察來了 然後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跟著當地人一直跑 然後跑到某一個人家裡 然後大家就演示 相互演示 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我們就在喝茶一樣 然後就大家一起在對 就是相互演示 對付那個警察的詢問 他說經歷這一些過程 當地人好像就開始把他當成自己人 然後就會跟他開玩笑 他認為在當地可以被開玩笑 才被認為是自己人 然後Interpret 這篇文章 他就開始意識到鬥雞的重要性 所以他就開始談鬥雞 然後他談說 其實鬥雞對於當地人的重要性 一個是人跟雞的一個相互的認同 就是鬥雞的那個四祖 他在照顧雞的時候 真的是投入了自己所有的心力 好像把他當成自己一樣在照顧 然後很重要的是 在那個整個鬥雞的過程中 是當地人如何去發現 他們各式各樣的憤怒嫉妒 各種的情緒 因為當地平常的生活 就是在一個非常疑似性的規範 甚至人是有一點害羞 不大敢去表達自己的情感 然後會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掩飾自己的羞涩 然後反而在鬥雞的時候 他們可以盡量地去表達他們 那個內在的 非常豐沛的各式各樣的情感 所以他說 其實鬥雞對於當地人的重要性 其實他讓他們去表達這一些憤怒嫉妒 各式各樣的內在的情感 那除了這個之外 鬥雞其實也是一個社會的機體 就是在鬥雞裡頭有 最中心就是玩鬥雞的人 然後旁邊不斷有各層就是在下注的人 他說其實在這個鬥雞裡頭 譬如說你要下注給哪一方 其實都表達了一個社會的機體 因為當地的社會就是 層層的網絡所建立起來 他們有各種的宗族組織 然後有灌溉系統 有各種的廟宇系統 甚至一個人要屬於好幾個廟宇系統 然後還有不同的政體 他說當地的社會關係 就是這種層層的網絡建立起來的 然後當你在看鬥雞的時候 你絕對不會去就是壓住 即使你認為對方的雞很強 你也不會壓住在跟你自己 對立的氏族的身上 就這個層層的這一些社會網絡 其實你可以在鬥雞的時候 他們壓住的一個方式就可以看出 其實他們能怎樣很謹慎的去安頓他們自己 所以他其實談鬥雞 就是他談的重要的是 這是他的話 他說巴黎人從鬥雞身上 不僅看到他們自身社會秩序抽象的政務 男子氣概跟惡魔般的力量 也看到地位力量的原型 即傲慢的堅定的執著於謎語的玩真口的人 薩利利王 這有點拗口 其實簡單的說 他認為鬥雞可以看到幾個面向 一個是男人跟鬥雞的心理是有相互的認同 因為鬥雞代表就是男士的勇武的特質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鬥雞那個相互爭鬥的過程中 他們可以去表達嫉妒的憤怒的情感 結果他們不僅把鬥雞跟理想化的自我聯繫在一起 也跟他們最深沉的恐懼政務的黑暗力量結合在一起 就是鬥雞是一個他們可以表達內在情感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場域 而且鬥雞是社會機體的模擬 就是他們這一些就是人被安置在這一些 非常網狀式的社會關係裡頭 然後這一個網狀式的社會關係 包括村落的親屬群體的水利區系統 寺廟機構 種姓等等 然後在鬥雞裡頭你可以看到人如何 在這個網狀式的關係裡頭 去給自己一個位置 我其實放這個 就是我今天特別講的幾個民族誌 都還是非常有系統的在談當地的社會文化 其實我要談說詮釋並不是 就是很多人在談詮釋好像就是 就是好像所有的讀者都有無窮詮釋的可能 可是我要談的這幾個民族誌 就是讓大家看到說 其實他還是很有系統去建立當地的一些導引性的觀念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系統的一些文化的面向 然後雖然談到鬥雞 他也是去看到鬥雞背後的一些社會文化的脈絡 就是我想這麼短的時間 我先把格爾茨談到這一個面向 那我基本上要談的就是 其實Anderson 格爾茨到等一下 不知道我時間才會播 其實都是透過文化透過意義之王 來看人的行為 就是人的行為到底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背後有一套我們看不到的象徵秩序 然後包括我剛剛所談格爾茨所談的伊斯蘭教 其實到每個地方都有很不一樣的實踐方式 就是原有的這個社會文化脈絡 其實都是在談實踐倫理的時候非常重要的 其實實踐倫理是你要談 等一下談到韋伯會比較清楚 因為韋伯基本上在談新教倫理 他會把新教倫理放回那一個實踐者 就是這一些信徒本身的社會脈絡 社會階層中來理解 所以他認為新教倫理其實在 就是他的那個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裡 他談了五個新教 其實都會回到他們原有的社會階層 原有的文化 而讓這個新教有很不一樣的實踐方式 譬如說在克爾文教派 然後後來影響到美國 就從荷蘭克爾文教派後來影響到美國 就發展出一套我們講的債事苦行 就透過世俗的生活 透過各種的理性的節制的一些生活 然後很理性的伎量 理性的伎量那個利潤的方式 就是韋伯要談的實踐倫理 是所謂的譬如說 每一個宗教有他的神意論救贖論 可是這個神意論救贖論 會跟不同的社會階層結合在一起 而影響到他所有在世的行為 譬如說我剛剛談的新教文理 他其實跟克爾文教派 跟就是克爾文教派的 就是新教的一套救贖論跟神意論 他實踐在克爾文教派這一些人的生活上 就跟他們的社會階層相結合 因為他們大概是都市的職人 然後他們的實踐方式就是 在世俗生活中 或者非行規律、理性 而且神聖的伎量利潤的方式 而且很重要的是透過這一些 在世的境遇行為 來證明自己是神的選民 就是他們透過世俗的境遇 來證明自己是神的指名或神的選民 這個就是韋伯所要談的實踐倫理 就是其實宗教或者是文化 會有一套抽象的邏輯 可是這一套邏輯 他在實踐的過程中 會看他在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情境 跟什麼樣的人結合在一起 而有不同的實踐方式 然後我剛剛其實是帶到 因為我想說實踐倫理 我剛剛所談的說 其實伊斯蘭教也會有他的一套教義 可是這一套教義 他在北非、在東南亞 他的情境不一樣 然後這一些信徒的原有的職業 原有的文化是不一樣 所以就發展出很不一樣的實踐方式 這個是我剛剛要談的實踐倫理 然後我剛剛是帶到說 其實韋伯談的實踐倫理 譬如說他談新教倫理 他到就是他在不同的社會階層 他就有很不一樣的實踐方式 然後到了克爾文教派 跟都市職人這一群人結合 他就跟資本主義的精神相互結合 就有一種選擇性的親近 所以韋伯基本上 為什麼他要談世界宗教 因為他要回答的是 為什麼資本主義發生在西方 後面要談韋伯 我本來要談的是 他怎麼樣去界定世界宗教的成員 然後世界宗教的神意論跟救贖論 神意論就是世界宗教都是在解釋 為什麼這個世界這麼不完美 然後救贖論就是 那如何使這個世界完美 就是世界宗教有他的社群的成員 然後有他的神意論救贖論 可是接下來韋伯比較重要 就是我要談的是實踐倫理 他認為他要研究的 並不是這些宗教的神意論救贖論 而是這一些神意論救贖論 這一些宗教的邏輯跟教義 他如何跟實踐者的社會階層 他們原有的社會文化情境相結合 就是而產生一套 人在就是這一套宗教邏輯 在心理上行為上所產生的一些實際上 實踐的一些方式 就是他談的實踐倫理是宗教倫理 在心理上跟社會上對於個人行動的影響 例如說他認為 同樣是有預選說的 伊斯蘭教跟基督心教 他們因為原有的 就是信仰者的社會階層不一樣 原有的社會文化脈絡不一樣 所以就發展出很不一樣的實踐倫理 伊斯蘭教發展出來的是 打贏征服世界的聖戰 來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 可是這一點其實後來有很多相關的討論 就是所謂的征服世界的聖戰不見得真的是實際的戰爭 也有可能是一個內在不斷的爭戰的過程 然後達到協調的過程 就是韋伯在這裡談的實踐倫理 他去談譬如說同樣是神意論是預選說 可是在伊斯蘭教跟基督心教的信徒身上 因為他們原有的社會文化脈絡不一樣 他們的社會階層不一樣 所以就發展出很不一樣的實踐倫理 譬如說伊斯蘭教強調的是 打贏征服世界的聖戰 然後基督心教強調的是 世俗的淨欲苦行 就是努力工作於顯揚上帝 透過各種非常節制理性的生活 然後很理性的計量利潤的方式 然後在世俗的生活 就是透過世俗的一個勤奮的工作 還有世俗的成就 來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 他認為說新教的這一套實踐倫理 後來會跟資本主義的精神結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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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